哈喽,宝宝们好,我这一期给大家分享一个立体小爱心,可以用来做发圈挂件或者花束,采用的是5股牛奶棉,2.5毫米的勾针和一些填充棉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勾制方法吧。 环形起针,在手指上绕一圈,勾针穿过线圈,带线出来,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,勾针绕线,拖过线圈,接着在大线圈内勾6个短针,勾针穿过线圈,带线出来,绕线,拖过两个线圈。 第一个短针,翻过线圈,带线出来,绕线,拖过两个线圈。 6个短针完成之后,把线圈收紧,直接拉动线头。 再把线圈,再把线圈剪断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,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二圈在每一个针目里,勾一组短针加针。 在起立针位置入针,同一个位置里,勾两个短针。 第二个针目里,两个短针。 第三个针目里,两个短针。 重复6组加针,第二圈增加到12个短针。 12个短针完成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三圈的加针规律是,一个短针,一个短针加针。 在起立针位置入针,先勾一个短针。 第二个针目里,两个短针。 第三个针目里,一个短针。 第四个针目里,两个短针。 重复6组加针,第三圈增加到18个短针。 18个短针完成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四圈不加不减18个短针。 在起立针位置入针。 按顺序勾之18个短针。 第四圈不加不减18个短针。 第四圈不加不减18个短针。 第四行完成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断针。 按照同样的方法。 把第二个枝片勾好。 第二个枝片完成,我们不引拔。 勾针直接穿过第一个短针的针目。 再拿起另一个织好的枝片。 找到引拔针的位置。 勾针直接穿过引拔针的针目。 勾针代线出来。 勾一个引拔针。 接着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两个枝片连接在一起之后,继续勾之第五行。 不加不减36个短针。 在刚才引拔针的位置入针。 先勾一个短针。 接着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里,勾一个短针。 第一个枝片的18个短针完成之后。 我们在第二个枝片。 刚才两个枝片连接的位置。 再勾一个引拔针。 把两个枝片连接在一起。 勾一个锁针。 继续二顺序勾之18个短针。 第二个枝片的18个短针完成之后。 我们在第一个枝片连接。 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奇力针。 第六圈不加不减36个短针。 在奇力针位置入针。 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里,勾一个短针。 按顺序在每一个短针。 两个枝片里,勾一个短针。 两个枝片,36个短针完成之后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奇力针。 第七圈开始减针。 我们先按顺序勾7个短针。 在奇力针位置入针。 按顺序勾7个短针。 接着勾两个短针。 接着勾两个短针。 调短针的外半针。 离我们近的半个辫子针。 再挑起下一个针目的外半针。 勾针绕线,带线出来。 绕线,脱过两个线圈。 这是隐形剪针的勾法。 再调短针的外半针。 接着再调短针的外半针。 离我们近的半个辫子针。 再调下一个针目的外半针。 勾针绕线。 脱过前两个线圈。 绕线,脱过后两个线圈。 接着按顺序勾14个短针。 绕线。 再调下一个针目的外半针。 再调下一个短针的外半针。 再调下一个短针的外半针。 勾针绕线,脱过两个线圈。 再绕线,脱过后两个线圈。 绕线。 接着按顺序勾7个短针。 接着按顺序勾7个短针。 再调下一个短针。 绕线,脱过两个线圈。 接着按顺序勾7个短针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八圈不加不减32个短针。 在起立针位置入针。 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。 32个短针完成之后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九圈下按顺序勾6个短针。 在起立针位置入针。 接着勾2个短针。 接着按顺序勾12个短针。 接着勾2个短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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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先按顺序勾5个短针。 2个短针。 。 接着按顺序勾10个短针。 。 接着勾2个短针。 。 接着按顺序勾5个短针。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 。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。 第11圈到第13圈。 我们按照屏幕上的简单规律。 完成编织即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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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圈 十四圈完成之后 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 把线线拉长 我们放入填充棉 十四圈六个剪针 在引拔针的位置入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 直接断线 再把线头藏好 小星星送给你呀 请点赞关注我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